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金铁鱼 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呢 2021年的这个射手座的整个的天象运势情况 2021年对于射手座来讲会碰到什么样子的天象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吧 整个2021年的射手座的运势曲线图 蓝色呢代表爱情绿色呢代表事业 看得出来呢射手座呢这一年呢还是非常曲折的 具体是怎样子的一个曲折法呢 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应对之道呢 且听我呢慢慢道来 那我们先从射手座的爱情音试呢开始说起 一月份的射手座呢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呢很难和恋人的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不代表着说你们的交流机会会变少 其实你们交流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但是呢就是会出现的交流不畅的情况 好看到了吧 这就是所谓的无效沟通 也是整个一月份比较让你困惑的问题 到了二月份的这个情况呢不仅没有缓解呢 反而会有所扩大 那就不仅仅是你在恋爱当中沟通不畅了 生活当中你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呢也会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呢这段时间的家庭矛盾呢其实是比较让你难受的 而且你的火气很大攻击性的也很强 对于已婚的射手座来说呢 吵架呢那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事情 那这些能怪你吗 我不太好说这种话 其实感情当中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没有什么事情呢是一方面单独引起的 但是呢我不得不提醒你呢 这段时间呢真的在心盘上来讲呢 也会容易呢让你觉得苦闷 尤其是三月份呢是特别需要情感上的关怀啊 那如果说你看了我对其他星座的年运解读的话呢 会发现呢有不少呢一二月运势不太好的星座呢 到了三月份呢都会走向一个高峰 但是射手座呢确实反其道而行之啊 那如果说你的爱人是射手座的话 那么在三月份呢你一定要注意呢多关怀他们 你就会发现一切呢会好起来的 射手座呢在2021年呢要在感情当中找到感觉呢 那其实是从了四月份开始的事情啊 四月份的整体的桃花呢都是挺强的 单身的射手呢会迎来不错的缘分 那根据自身心盘配置的不同呢 有几个星座还是要避开的 否则的话呢这场发生在2021年四月份的缘分呢 也可能能变成孽缘 这倒不是说你会遇到骗感情的坏人啊 只是说你们的心盘配置相冲 所以呢彼此之间呢容易呢相互纠缠 相互捆绑或者说呢相互伤害 搞得彼此呢都很难受 已婚生死的射手座呢也要注意 四月份呢你对孩子的态度呢 也是影响你和爱人吵架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呢不要用威权呢去压制小朋友 五月份的射手呢桃花又开始灿烂了 谈婚论嫁的时刻又到了 家长见面呢也会有很多的博弈 经过磨合呢彼此之间呢还是会获得一个比较持久的情况 这就是恋爱中的射手座在五月份的爱情临时 这是个让你们决定婚姻走向的关键啊 但双方家庭之间呢还是会容易出现一些摩擦和纷争 但好在呢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解决了之后呢 会增加你们的彼此的相互的信赖度 你们的婚姻生活的自然呢也会过得比较的顺畅 当然了这个过程呢不会特别轻易就完成 要特别有耐心不要把这种摩擦当作对抗 而是当作彼此之间相互的一个理解 增进理解的机会其实是比较妥当的一种态度啊 六月份呢射手座的情感问题会比较甜蜜 你们能做好相互的搭档 双方互动互信的能量较强 也能够有一个比较浪漫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啊 也会得到更多来自家族的支持 七月份呢射手座呢可能会想要和恋人的一起出去旅行 那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呢 导致你们的行程搁浅 比如说你们其中一个临时有失 或者说遇到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 导致行程不得不流产啊 到了八月份呢射手座呢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苦闷的状态当中 你可能会遇到比较奇葩的领导或者客户 让你非常的年熟 在这个时候呢你的爱人呢却不能够给你很好的支撑和安慰 而当你呢遇到了这些种种的挫折之后呢 你想要给你的爱人倾诉呢 就会发现你的爱人呢对你的似乎并不怎么上心 或者说彼此之间呢根本讲不到一个点上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还会有一些外来的其他的暧昧的机会 所以你很容易在这个月份呢有一个感情走失的这个情况啊 而还有这段时间你还要特别注意呢家庭当中呢也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啊 来自自己的原生家庭来自伴你的原生家庭 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呢会导致你们之间不得不产生一些需要去沟通的事情 还有呢彼此之间由于受到这个群星双子的在对功能影响啊 所以说在这个月份呢彼此之间的争吵呢也是很多的 其实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人跟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透过六七八这三个月份的互相的这种了解增进争执或说观念的碰撞 你会发现其实什么样的人才是你真正适合与他一生相伴的人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其实说是坏事其实是好事能够帮助你呢真正看清楚自己的需求 那到了九月份呢射手座呢在情侣之间的这个沟通呢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啊 主要呢其实不是沟通补偿而是因为呢双方呢容易呢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 而造成了一些隔阂和误会 而单身的射手座呢在这段时间呢要特别注意造成了复杂狗血的局面 那么虽然说这个月份桃花是还蛮多的哦 但是确实要特别注意啊 因为如果说要找到真正适合脱单的时机呢还要看十月份 十月份呢进行来到射手座的命宫给射手座带来一波强势的桃花雨 而这波的桃花呢比较适合单身的射手座脱单 所以呢看到机会呢就尽量不要脱要赶紧出机 如果脱到十一月份的话呢那就不太好办了啊 十一月份的射手座呢状态呢可以说是不太好 有点沉默寡言一粉常态 而且呢也会做出一些不被大家理解的事情 大家会觉得这个人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奇怪啊 让你自己呢也不想去开展什么样的爱情公式 那么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 也就是十二月份呢射手座的爱情运呢会有点两极分跨 由于情形来到射手座呢会让射手座呢迎来一波比较灿烂的桃花 这对你来说呢是散发魅力的 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射手座的感情呢也是比较甜蜜而热烈的 不过对于呢命盘里面本身有 有这个月亮双子或上升双子的射手座啊 或者说是你群星在射手的射手座呢 只要去注意到婚姻的不稳定的情况了 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类的问题 也可以预约我进行咨询找到化解的办法 那这就是整个2021年射手座的恋爱运势 总的来说呢这一年呢运势是有高低起伏跌宕 但不代表这当中呢就没有机遇 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多机遇的 有我为你指引道路 其实你还是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爱情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射手座2021年的事业运势 还是呢先来看一下射手座2021年的运势曲线图 在图上呢绿色呢是代表着事业 看上去呢射手座2021年的事业运势还是步步学累 但在曲折中呢还是冲到了一个高点 那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射手座2021年的事业运势 受到音乐群星磨叠的影响呢 你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事业机会 但坏就坏在你的状态不佳 你虽然呢渴望被认可 但是无奈呢却无法呢进行有效的交流 所以呢变得有点急躁 跟上司的关系呢也处得不太好 其实你已经很努力 会拖着疲惫的身去加班 但是因为疲惫加上状态不好 容易看上去冷漠 事也让人觉得不好相处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干脆不要让自己太累 让自己回去休息休息 饱满的精神状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月份呢你还容易这个生病感冒啊什么的 还要注意什么烫伤啊滑伤啊这样子的一些小意外 到了二月份呢群星水平进入了交流工 这对尸首座来讲呢在交流方面呢有了冷静客观的新视角 日水晶木跟火星的行客给你带来了冲动和自我的扩张 容易呢跟上下级之间呢关系不畅 比较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比较想说一些自己的内容 那但是就可能却没有考虑到别人的观感和感受 所以会有点自说自话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说你是做服务行业的话那你的服务质量是容易变差的 另外这个月呢你也有这个懒散随性冲动的状态 总之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好惹的状态啊 那么在这一个月份如果说你有出行的任务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到三月份呢尸首座的事业用呢就会获得提升 群星水平和群星双鱼的双重作用下 尸首座在这个月呢特别容易获得呢 家人朋友熟人的支持 在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啊 或者说得到一些好处啊 特别是做销售方面的尸首座 签单的情况会好很多 而如果说呢要选择在这个月开新店的尸首啊 也会容易呢找到自己的亲朋好友捧场 而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如果说你是做早教家装房地产 以及餐饮业的尸首座 同样呢会有比较不错的业绩 三月份呢是尸首座呢 2021年事业运的第一波小高潮 一定不要忘记好好把握 其实呢在四月份呢尸首座的表现呢也还可以 受到全新百样的影响呢 你非常愿意多多的展现自己 也比较有工作上的创造力 在开启新的项目或者任务的时候呢 你也会很有憧憬 但是呢这个月呢你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呢厚劲不足 你可以呢斗志昂扬的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去 却难以呢坚持下来 而且在工作当中呢也比较的刚鼻自用 简单说呢就是不太愿意呢和同事呢 做很多的有效的沟通 喜欢自己卖头单干 团队的协调性呢相对是比较差的 另外呢就是在上次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呢 你会比较烦的工作的效率呢有所拖延 到了五月份呢你跟同事的合作呢就会变好了 受到全新双死的影响呢你不仅呢合作能力变好 演讲表演沟通的能力呢也会随之增强 与此同时呢你的思维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活跃 不过呢容易不切实际啊 有很多看上去不错的想法 其实没有办法落地之心 这就好比前容年间英国商人呢看到了清朝 三亿人口是个巨大的市场 哪怕一个人买了一顶税帽 整个日不落帝国的全球工业都会变得非常的火热 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呢 其实呢对于中国人来讲 戴税帽真的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啊 虽然说呢这件事情呢并没有获得成功 这也就证明了其实虽然有个很好的idea 但是忽略了实际情况呢 仍然呢没有办法获利啊 这也是2021年5月份射手座要注意的问题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不然的话呢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另外呢有慢性病的射手座呢还要注意呢 5月份呢也容易呢有救病复发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啊 在未来五六七三个月呢 射手座呢在偏财运或者负业方面呢 会有比较好的运势 那有一些机会呢会找上门可以好好的把握哦 也可能会遇到保险的配偿 方面的情况或者是呢终于收回了一大笔的 事业工的思维逻辑能力呢会变得更强 而且口才偏好敢于呢提出惊人的建议 不过呢你也容易呢在这个时候呢 招小人或者是落入骗局 或者是呢被恶意重伤 所以呢在这个时段呢要少说话防是非 那八九月之两个月呢你的收入呢还是不错的 到了十月份呢受到全新天真的影响呢 你的人气呢会变得很高 这也得利于你的组织能力和策划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十月份呢你在人情往来各方面的开支呢会增加 购物欲呢也增强 有很多种草许久的商品呢你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因此呢十月份呢容易呢入不敷出 11月2月呢因为精心的进入到财博工 所以呢给你带来了你的财运和项目投资的机会 这个时段呢是一种万事待及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投资赚钱了 但相比之下呢12月你的运势呢还是比11月更好 11月的摄手座呢还是受到了全新天真的影响 会感到压力特别大 也有一种会是不去的焦虑感和无力感 人际关系呢也不太好 这个钱财上也容易这个漏财 做事呢也爱拖延 但这12月呢一切会恢复正常 失业运也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状态 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呢摄手座呢在2021年的这个运势情况呢 还是低开高走的 然后继续好好的努力了 好以上呢就是我呢对整个摄手座2021年的这个运势的这个分析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静电鱼 关注静电鱼 你会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